这期画面拍下一名身穿绿色背心的男子 走到店家门口 看起来火气很大 接下来就用脚用力踹门闯进去 男子怒气冲冲冲进去 里面的人看到全傻眼 男子直接冲到桌子前面 不断大声呛声 还一手推开桌子 用手指着对方狂骂 男子坐在那里不动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 警方获报到场安抚 要两边好好沟通 事情发生在高雄鸟松区 一间二手车行 双方是汽车仲介纠纷 蔡信老板要曹信男子 介绍客户给他 但却疑似因为服务不好 客户去找仲介抱怨 让曹信男子觉得人格受损 气到去找老板理论 请你去外面稍候一下 持续两三分钟请他 客制离开 他一样不离开 然后我们就 我就当下就饿了保护家里人 因为他在恐吓我的客人 跟我分公司的人 全案讯后依恐吓回损 侵入住居等罪行 以请地检组织办 因为仲介介绍客户疑似 客户不满抱怨产生纠纷 男子闯进屋内大声呛瞎 要被依法送办 实在得不偿失 记得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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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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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